本屆競標賽是由人事行政局跟體育委員會共同夥伴 除了聯誼友的桌球、羽球、網球、籃球、保齡球及慢速對球比賽外 我們今年特別安排軍事聚位競賽的項目 另外我們為了規劃上班時的步驟增加健身操的比賽 總計有五十一個中央的機關 三百零八個隊伍五千兩百多位的選手 報名參加氣味競賽、大隊接力、健身操及右向球賽等活動 這個充分顯示各位同仁恆薄、暗朗的高興 也向人政府活力全員所在 我們根據體委會的調查 臺灣的民眾只有百分之十八點八 他有規律的活動 什麼叫做規律的活動 就是每週三次 每次三十分鐘 每次運動多有油漢 但是沒有運動習慣的民眾 卻有百分之二十三點一 這個比已經比去年增加三點一 我們雖然面對不運動增加的虛擬 但是我們政府為著努力推行運動的好處 來努力民眾 建立運動的習慣 增進我們的健康 我們更期待 臺灣能培養更多的臺灣人 那就是美國執辦良心隊的投手王建民 我們也喜歡臺灣能產生更多的臺灣人的榮耀 像民意節 就是弘化撒哈拉撒穆的萬號選手 臺灣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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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靠我們前提 各位同仁 用的齊心協力來打擊 而各位同仁的健康 事實上就是政府雄厚的資產 我們希望我們的作為工作夥伴 也在工作之旅 我們人當不斷運動 我們希望我們強健我們的身心 因他們也進入政府 部門帶動權力活動 以脫落運動產業 形式體力文化 進一步提升國民生活品質 讓權力更具招勁更活力 期盼各位參加選手 能進步展現高潮的競技 並將民眾廠商的精神 帶回一個工作單位上 努力實現國家的任務 讓臺灣繼續大步向前 讓我們國家更進步 讓我們國家更要言 讓全世界多看得到我們的國家 和我們優秀的人民 最後 我承認的制服大會 勝利圓滿 大家身體健康 萬事福利 謝謝大家 也祝福各位 謝謝 謝謝議長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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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